各位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如你所说 那今天继续要讲的 我觉得算是日本见证异文录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我们国内的日本娱乐文化爱好者来说 最近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一个烦恼 那就是可能自己喜欢的演员 歌手 配音演员 就所谓的声优 还有动画制作人什么的 他们会突然爆出关于什么中国 关于中日关系 或者历史问题的相关的一些 可能让我们怎么讲那种言论呢 那比如说去参拜某某神社 或者说在这个新闻评论节目里面 散布关于中国类政的谣言 或者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传播谣言 又或者是对中国的国家统一 不拉不拉不拉呀等等 那所以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这个fans 好像一般把这种事情叫做塌房 就离房子塌了那种感觉 那想想还是挺郁闷的 因为一方面呢 很多人肯定会立刻选择 OK我不喜欢我不犯了 因为毕竟这是原则性问题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毕竟喜欢过一阵子 那感情不是水龙头说关就关是吧 所以你肯定会不舒服一阵子的 所以呢就今天呢我就想来给大家 这个分析一下 就从这个日本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 然后呢可能有一个附加的作用 就是也给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同学看看 那我们能不能有一点这个事先预防 尽量减少我们遇上这种事情时候的物质和精神的损失 好 那可能有同学就会说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原因很简单嘛 潘老师以前也讲过啊 就是日本关于中国的报道 整体是比较负面的 把中国往这个反派大boss上的形象上去塑造 是吧 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 那肯定娱乐圈人士也会受影响 没错 这个解释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解释还在第一层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 他对某一件事情有什么态度 不等于说这个态度对他来说 就是重要到非要公开讲出来不可 这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日本舆论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吧 但是以前相对来说 艺人的政治言论要少很多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传统上 这个日本是比较忌讳 这个娱乐圈的 这个娱乐明星 他们对公共事件和政治发表言论的 那这一点和欧美国家的文化氛围不太一样 那首先是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日本的传统文化里面 他比较强调人的这个身份 这个娱乐明星里的职业里的身份 就是愉悦大众 这个谈论政治和公共问题 不符合你的身份 那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影响 那其次就是这个日本人性格本身呢 还是偏保守一些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呢 这个日本他对娱乐明星的有一种特殊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他就使得明星都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 这个组织和管理方式简单来说呢 就是所谓的大型娱乐事务所制度 那简单来说 比如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娱乐业 它是唱片公司啊 电影公司啊 是吧 电视台啊 这种资本权力最强 那然后呢 明星个人的自由度也比较高 然后明星的事务所 它是加在这个中间 它更多是起到这个代理日常事务的作用 但是日本和美国它比较的不一样 这个电视台 电影公司 唱片公司 还有广告公司 它实际交往的对象是娱乐事务所 这种大型的娱乐事务所 他们互相之间形成那种长期的稳定的良好的关系 那这样娱乐事务所 它就会稳定的获得资源 然后再把资源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分配给手下的艺人 而同样的 放在电视台 电影公司啊 唱片公司 他们那边 他们只有和事务所长期的搞好关系 那么他们才可能 这个优先的把赚钱的艺人拿给你用 那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体系里面 这个娱乐明星 他个人的自由度是非常低的 就相对于美国的情况来说 那日本娱乐明星个人自由度其实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就看以前网上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和美国的明星相比啊 这个日本明星的收入 还有日常言行 好像都更像企业白领 所以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因为他们很多人确实 这个跟企业白领一样 是在这种组织性很强 管理也很严格的事务所里工作的 那说到这个日本的大型事务所 什么杰里斯啊 这个言音啊 Amuse Holy Pro Burling Stardust 等等等等 所以同学们如果有对这个日本娱乐文化有兴趣的 那可以去查一下自己的男神和女神都是属于什么事务所的 这个组织性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看在这种制度之下 这个大型的娱乐事务所 他们一般就会倾向于 与这个日本国内外 还有社会各界都建立良好和稳定的关系 那是吧 和其生产 但是呢 现在这种制度它在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型娱乐事务所的权力在降低 那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明星都纷纷独立 去开设自己的私人事务所或者工作室 那导致这种状况主要有这么些原因吧 就是可能首先是一些事务所 它可能出现了接班人问题 那新的老板压不住已经成名的艺人 或者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 它进入了日本的娱乐行业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网飞 Netflix 还有这个油管 这些外国资本 他们就绕开日本的传统规则 直接和这个艺人接触 就促使很多人这个独立 那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互联网娱乐的这个发达 它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 那尤其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冠疫情之下 很多这个传统工作它都停了 那很多艺人都只好去搞网络 但是网络娱乐利用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你是需要有爆点的 而这个传统的日本事务所 它是求稳的 规矩很多 在网络时代就没法放得很开 那所以很多艺人他要豁出去 要吸引网络流量 他也会选择去脱离收索 那讲到这里有同学可能会说 哎哦我明白了 那这个是艺人 他们为了在网络上博出位 所以他们才开始掺和这个政治问题 实际上 但是这个解释 我们说还是到了第二层 因为我们再往下看 毕竟对这个大多数艺人而言呢 就算有流量 但是这个政治言论 它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 所以你掺和的风险 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对大多数来说 与其貌这种不确定的风险 你还是普通的画风更好一点 是吧 比如晒晒自拍呀 发发甜点呀 或者放点跟宠物 或者小孩的合照啊 这样 那我们看 这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一种可能性 我主要讲的是一种可能性 不是确定性 那可能性说 那可能什么样的艺人 他更容易去冒险 去仓和政治呢 那我自己观察了一下 就根据已经有的案例 我们自己观察一下 可能大概有这样的三种情况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也强调一下 你们不要按照这个标准去黑人 只是说很危险 那很危险 不是说必然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就是一种呢 就是有这个活跃的社交媒体账号 或者是有那种定期更新的文字 或者视频专栏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内容创作的压力 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可能写着写着呢 就会没有东西写 但是你如果不写呢 就会没有和饭沟通的这个手段 然后你写多了之后呢 偶尔会需要一点深度 那这个时候为了写出新内容 那么艺人就可能会去涉足 自己平时不熟悉的领域 那这样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增大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如果有些艺人 他是因为违反了那种传统的规矩 违反了这个日本娱乐圈的这个规矩 他独立到这个网上来活动的 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会选择冒险 那第三种情况 就怎么讲呢 就是对我来说 如果听到一个艺人说 听到我喜欢的艺人说 他喜欢历史 我就会非常的害怕 为什么我会非常的害怕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日本市面上 给这个大众看的通俗的历史书 还有畅销的历史书 它很多都是那种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叉叉叉 这种文风 而其中类似于 告诉你真实的太平洋战争 这种内容又特别的多 那还有很多这种历史人物的 龙奥天传记 那所以就是对 我自己如果看到 自己挺喜欢的这个艺人 说自己喜欢历史 喜欢看报纸 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害怕 我觉得这个很危险 这个非常非常危险 当然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还有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 这个日本明星 去当这个电视新闻评论员的 越来越多 这个一方面呢 是因为他电视台嘛 他想要吸引这个年轻人看新闻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政治家 或者知识精英 他也希望借助明星的力量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或者自己政策的影响 而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很多这个年轻明星来说呢 这个评论新闻呢 可能你只要到网上去搜一下信息 你就可以说上几分钟了 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信息 这个比起实际提高唱歌跳舞 或者演戏能力 这个能力可能还是比较 比较容易获得的 而且这样得到的热度也会很高 因为好像看起来有不可替代性 所以这在网络时代 这个热度啊 在这个网络时代 是很难抵御的一个诱惑 那而且我们看 虽然从传统上来说 日本的电视新闻节目是比较求稳的 要避免争议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网络舆论环境之下 这个网络热度就成为了 评价节目好坏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闻评论内容 也会开始慢慢的尝试 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尤其是一些地方电视台 他因为收视压力很大 收视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要追求网络热度 或者是讨好一些特定的人群 他们就会不断的去试探底线 而我们会看到 你评论日本的国内内容 可能还有点风险 但是评价中国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所以我就担心 我个人就会担心 这种事情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会越来越多 好到这里 可能有同学问了说 说如果中日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呢 这个明星考虑到中国的饭的心情和钱包 会不会多注意一些 那我觉得说 这肯定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的 比如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日本的网络新闻 他说现在很多日本艺人去参加中国的娱乐节目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这个中国人在公共的问题上 在公共事务上的这个忌讳 防止让消费者不高兴 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网络新闻 但是我觉得还是反映出 这个日本还是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愿意去照顾消费者的情绪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个人 他们在接触过中国的现实之后 他们的这个感光肯定会有所改变 不会那么容易被媒体的负面信息所左右 那不过反过来说 我们也看到现实中 确实也有一些让人很迷惑的反例 就是说一些明星或者动画制作者什么的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比较多 也很受国内网友的支持 然后他们回日本可能就会被人问说 你觉得中国怎么怎么样 那这种气氛之下 他可能就会想说 要是我说中国好 那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我见钱眼开呢 那会影响到日本人对我的评价 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批评中国 表示我是很有气节的 这个遇上这种中二心态 那就确实会让国内的粉丝很郁闷了 好了 我们分析了现在这个 日本娱乐圈明星政治言论 越来越多的原因 让我们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减轻伤害的方法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 对于爱好者而言 我们说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先不要想那么多 事情还没有发生 不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这个所谓爱情 那打太快就像龙卷 风离不开炮 风拳来不见头 就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如果说 当然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 以下的都是对我自己说的 如果我在最新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以下的情况 我就要给自己打打预防证 然后做好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就要立刻撤退的 这么一个心理建设 当然我还要说 这些特征只是基于 对过去事件的总结 我并不是说 有这种特征的明星 他就一定会给我们添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草木皆兵 千万不要拉着这个去黑别人 好 除了这些之外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没事看看 潘老师的日本见证异文路 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 一起来熟悉一下 日本网络右翼 他的说话逻辑 还有他内容关注的重点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 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高我们的预警能力 总之 这个我还是要说 虽然娱乐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这种不爽的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 我个人还是相信 当前的情况 是有改善的可能的 所以祝大家能够安稳娱乐 安全追星 如有不测 顺利跑路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失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